我早上我就非常的省錢 其實我本來是想說要請我的首席律師 出來幫大雅來打這個官司 我說沒關係 那這個律師的費用就大概來出 絕對不能說讓被欺負的人還這樣被糟蹋 我們誠懇的道個歉 我想大家還是會有人選擇會原諒你 結果你不是 你是仗士欺人 仗著自己可能現在事業比較有錢 然後也比較有這個勢力 你想要用法律這東西來叫人家閉嘴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看到這個陳建州 黑人是告這個大雅的這個事情 我才終於懂了四個字 什麼叫做仗士欺人 你知道嗎 你欺負了一個女孩子 然後你今天人家出來公佈這個事情 正常來講 待人處事的道理就是說 或許說以前年紀比較輕 比較不懂事還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誠懇的道個歉 我想大家還是會有人會選擇會原諒你 結果你不是 你是仗士欺人 仗著自己可能現在事業比較有錢 然後也比較有這個勢力 你想要用法律這東西來叫人家閉嘴 來用這樣的行為 我早上我就非常的神奇 其實我本來是想說要請我的那個 我們的首席律師 來出來幫那個大雅 來打這個官司 但是實在是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律師最近真的是 太忙了 那我後來就想一想 我說沒關係 那這個律師的這個費用呢 就大概來出 那絕對不能說 讓被欺負的人還這樣被糟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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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